最有动感、画面最丰富 就莫过于这个J字 譬如那女孩好好J 这张照片J死人吗 J字就来自港式英语JER 意思就是 你自己回去慢慢J 希望可以J出答案 那时下童话给我 用了一个代表男性性器官 和数字7的粗口字来代替它 去形容这个很老土的一个样子 有了7字, 加上其他手势 混合一起用就会很好用 譬如把7放在肩膊上 就会变成肩7 当然, 你要把7 用广东话来做动 除了肩7 把7字放在头上 就变成7头 考考你们了 如果把7字这样 你觉得会是怎样的 那就是7到飞起, 对吧 这就是快乐粗口 好, 真是挺有正能量 Ben Sir, 为什么这么多粗口字不用 只是这个会飞而已吗 根据尖松黄尖的不文集 和7近音的粗口字 就是代表有关的器官 处于一个软奶奶 毫不起劲的状态 我们用这个粗口字 用来映射一些人 很老土、很蠢笨、傻头、傻佬 很笨绝 有人也会用这个字 来配搭其他字眼 形容一些很老土的人 比如说, 人家是7个孤狗 一缩一缩, 听见也感觉到 有多笨笨 之后有人会把这些老土的感觉 形象化 就创造了一句打游诗 7个孤狗吃甜筒 将两个代表男性性器官的粗口字 放进去 强化那种傻瓜嘻嘻嘻的 這樣的感覺